請收看《衛心世界》 《衛心論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作為一定很驚訝我沒有上台 因為我想掙取一點時間 那剛才站在這個燈下面 不是燈的熱 而是老師校長對我的鼓勵 讓我大汗淋漓 同時這三天裡 特別是這兩天 到我是第32個 那我們有33天往燈下來出來 那我不是任何的王 只不過在這裡學習 那今天我站在這裡的原因是 我想做一個實驗 我剛才發了一個意念給這個 裏面兩位師兄說 麻煩你把這個電池關掉 12分鐘不要想 那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在講我們的心法的時候會講到 好 各位大德 我知道我們的講話有可能會在電視裡 所以允許我能夠都兼顧下來 我報告的題目是《身心靈的羞恥》 也是去年的《火炎心法》的載論篇 首先請大家注意有幾個關鍵詞 一個是《身心靈》 一個是《武運》 以及是《色》《色相行事》 我想大家都了解 另外在去年提出所謂《火炎心法》的來由 所謂今年要談到的《火炎心法》的世界觀 《毅力觀》《風水觀》《修行觀》《白家觀》和《禪定觀》 由於時間的觀想 大家可能要多看原文 我們提出來《万法唯心》 心造無非夜造 心是身心靈三位一體的主角 心是夜的載體 夜是身心靈的世代因果 人類唯有求得正確的心法 才能面對三世因果後的夜行和人生 這是我們誰又不能夠迴避的 由於《万法唯心》的現實效應 我們又處在一個危機的時代 以至相應的心法的渴求 就呼喚出我們《火炎》的世界觀 這個觀念和心法而言 所謂《火炎》 在上篇我們已經討論過 它是太極 陰陽 五行之道 大無其外 細無其內 是理 是道 是天地之大道 這裡我要補充一下 我們過去的所有的法都是要外求 我們包括一些易境風水都說外求去學 但是今天我們提出《火炎》心法的 這個研究的意思就是說 火炎就是你自己 這個問題我向師父討教過 事實上大家如果用《火炎》心的想法來學習 那麼你可以把自己的自信的開發出來 我們今天提出它由一花開五頁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請大家注意一下 好 如果要蓋過《火炎心法》 我們用這兩方面就可以把它蓋過 從左邊看 我們心上有個像 這是上次我討論過的 也就是說首次提出來明相見心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要求你於行 修行於神 自良知知心合一 第二個我們再往下看有兩個人就是行 這個行是要一理而行 保護自己防范未然 這個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普通的風水學的概念 後面我會講到 也就是要明心見心 今天的主題 《身心靈的修持和火炎心法》 作為《火炎心法》世界外的戰論篇文章 試圖從身心靈五蕴組成的要素的分析中 找尋末法人生 明相 試心 心安 開會 超越的修行和政務的激勵 並繼續前篇的萬法違心和試圖 事物論混沿新法世界觀的相關探討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講其中的一些結論 我們通常所知道的常理 我們已經知道身心靈是三為一體了 我們通常外面認識的相貌 體態 財富 地位 大家都引以為深的認知 而心念這是我們哲學上研究的知情意 所謂的心理潛能的實施過程 也是人心的表現 而人的靈的部分 我們的研究普通停留在 自身表現與宗教信仰的永恆 展現願力和心路里程等方面 西方的結果 人本心理學的結果在這裡就不多重複了 那麼它是說人生是必要的 第二個人心是需要的 第三個靈 人的靈是重要的 但是現代人正處在一個身心靈的實質接口 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樣來修持這個身心靈 我們在這裡提出 人是身心靈的整合體 人的生命則是人生身心靈的統一過程 假如我們假設我們有心法 能夠把這個身心的修持 把它的能力進行提高 也就是五運的能力 把它從陰變成陽 這就是我們心法所需求的 也就是說人生是有形的 人心是無形無相 無物的 而他們都有具體的 用具體像的方式 产現在有心有無的人生之道中 人靈是一切形和物的引導 而它又決定了人生的心靈的方向 身心的修持無非是身心的健康 也就是我們要明向視心心安 然後達到靈性的開發 然後進入開會 然後進入人生的導引和超越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好 我們在文章中研究了 身心靈的主要要素和它的結論 大概是如下幾個方面 這個在我們的檢要板上面都有 我就不多重複 它說到了人生是什麼 它和內外風水的觀念 這都是火源心法所提出的自身的 不同於其他的宗教的一些想法 好 火源心法的修持 我們最後會用這個圖來顯示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從身進入心中進入靈 我們的方式是 首先在身方面我們要意識自我 然後要進入到心方面要變成了 在受想形方面要防範未然 然後最後在靈方面是怎麼樣來發掘幫助別人 這是你靈修的一個重要環節 我們細緻地講 所謂身也而彼此身意 進入莫那時進入阿賴耶時產生的印 在這裡火源心法的風水觀 我們提出來的是首次引入了空間的概念 所謂空間這個概念在佛家來講 它是一個常理性的普通性的一個概念 它不具備物質性 但是今天火源心法提出來 空間它具備物質性 我們在這裡看九星看天干地支等等 對我們人生的影響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裡就不研究了 也就是說一眼而灌之火源心法 它應該是形的學說 也是硬的學說更是靈的學說 這就告訴我們在生的方面 在生的整個方面我們要保護自己 第二個講到瘦有關瘦的能力 這次來這幾天 元間法師跟我討論到有關的瘦的問題 他說這是一個最難理解的 確實在這方面火源心法 它本身有自己的獨到的一個想法 所謂瘦它是人的一種感受系統 它要求我們首先要保護我們的感官 為了什麼 為了要養靈要養性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在人的形 我們看到的形或者像 或者剛才我表示的這個話語當中 都有一個形的問題 那到硬 到大家對我的說話的感應當中 是一個Bridge 有個零的問題 那這一方面在零的問題 首先火源心法採受的一個什麼方法 它先是用隔絕的方法 也就是說我還沒讓你發聲 我就隔絕掉 我就前置 大家看這個圖上我們講到的前置 任何在瘦方面 還沒有到後面的第八葉式產生硬的時候 它就前置了 這就是我們講到的所謂的中道的理念 禪定的方法和它的百家觀 也就是我們用化解的方法 首先預放在前面 最後第三部分講到像 這也是我們火源心法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把自己的 所謂的認知的能力提高起來 比如說我們用普相 普卦 來提高自己的能力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起先講到的 明相見性就獲得成功了 在這裡我要補充的是 我們所有的宗教尤其是佛家 它是不贊成取相的 但是在今天我們提出的一個想法就是 一定要認知這個相 要有相 所以看火源思想的一個很重要一點 說論相還是要論的 然後是無相要扔掉 然後再要認就是讓你破解 要破這個無明 所以這個是它在風水觀和修行觀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接下來講行 行無非是一個人的心理的能動能力 它包括生與業三方面 它都和前面的獸一心而過 它會產生我們今天的業 所謂業它有它的責任性和主體性 它具備了相應的潛藏和記憶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這裡火源的修行觀提出來 就是三論 它認為這個有論 有行 有相 有運 有命 都是有的 但是你要把它否掉 你要立行 立行在哪裡 相有行聲 應用果报 先功利得 這是人生修行的警示 好 其他方面我們略過 我們最後講一下有關的誓 誓在這裡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火源刑法要有安心的法門 為什麼我們認為它是安心的法門 為什麼是零誓的一過程 因為誓的能力的提高 才能讓你產生認識自我 解釋 理解自我 最後知心合一合 絕照智慧 這一點才能產生心安 這一個是重要的一個內容 在這方面我們能力提高以後 我們才會有後面的可能性 好 我們已經在上篇當中了解到 這方面的過程 這裡都看到了 那麼在這裡我們就牽涉到 一個靈性的開發的問題 火源刑法認為自己有這樣的 自己的靈性開發的過程 也就是從理解自我到心安的過程 它怎麼樣做呢 首先各業你要化解你的各業 你要安神 你要記住 第二個你要解決你的工業 你要解決我們所有人類的工業 這樣才會提升自己的靈性 否則沒有戲 好 最後我們看一看 從意識自我到修正自我到昇華 整個的過程是一個認知的過程 完善的過程 完美的過程 從這邊有一個很符號 就是從一個小的陰到一個非常接近的陰 最後到了一個存陽 我們希望整個武運的過程 在佛家里就是一個陰 但是我們要用一個bridge 讓它從陰變成陽 那麼我們要提高它的 我們自身的這個能力 這個是整個我們這次文章討論的重點 有不當之處 請大家包涵 謝謝 謝謝